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cia 我是Ethan 那今天呢,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大家能不能说出来今天是什么 大姐生 1月6号,OK 根据我们的主流媒体 今天就是在世界历史上最残酷 最败坏,最腐败的一天 1月6号的这个周年 更是美国有史以来 最可怕的一天 其实不太需要刻意的 把1月6号说得好像完全没事情发生一样 然后大家都去那边和平示威一样 那天呢,你还记不记得当时 早上在那边看新闻 看到那个Ted Cruz站起来 我们是看直播哦,当时 对,然后就是那个他说 OK,这边有那个representative 那个现在要说这个东西 然后呢,来质疑选举 公正性来 对,然后呢,有没有senator要出来 然后呢,Ted Cruz就站起来 然后他就像这样子拍手 然后我们就很兴奋 我们觉得说 真的有机会去调查这一次的选举舞弊 就是可以有机会可能反转这个东西啊 对,而且那个时候就让我对Ted Cruz 整个人印象就会变得特别好 就会就说 哇哦哦,这个人好爷们儿啊 在这种时候居然敢站起来好棒哦 对 然后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大暴乱 对就是我们想说哦 本来要听他们对Ted Cruz 提出的这些paper 他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 然后结果突然就说有人闯进国会了 我当时其实大脑有点没反应过来 有人闯进国会了 对 how 对 因为你想国会在里面开会 这又是个挺重要的会 那外头肯定有的是 警察吧 对 那怎么会有人闯进国会呢 就是这一切到底都是怎么做到的呢 而且你会觉得说 美国的国会应该是非常难闯进去 对 就是又不是说商场 你大老大白你进就进去了 对 因为我有看过那个Olympus Town吗 就是那个白宫被占据的 反正就是讲说 那个恐怖分子如果要闯进白宫的话 是有多困难多可怕 然后呢 都是经过严密的这个计划 才可以闯进去的 对 结果就一堆人就冲进去了 然后就像旅游团一样 对 走在红毯上面 然后呢就是大摇大摆走 然后旁边就是白宫的那个什么画像 然后建国先去的雕像之类的 所以光从这点来讲的话 这个事情是非常可疑的 也就是说 像我们这样笨手笨脚的人 如果我们当天在现场的话 我们也是有机会可以走进白宫里 但是这个是完全想都想不到 因为你就想说国会这个地方 你就别的说什么机关重重什么这都不说了 就外头那些警察 你怎么把那些警察做到撂倒 然后你进去呢 对吧 光这一点就已经非常非常可疑对不对 但是左派就在过去这一年 就拿着一件事 没完没了了 我们两个有限中就吃饭 吃越南粉 你还记得吗 对 结果在那个电视上面 你知道他们是通过这个剪辑的那个手法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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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又怎么怎么地出那个画面了 那个川普是大坏蛋 Ted Cruz他们全都是大坏蛋 然后1月6号怎么 那个好像血流成河杀人了 等等等等啊 他们就把这些渲染的好像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最可怕的一天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刻意就是把1月6号好像说的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一样 因为的确是有发生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事件 我们在网路上面看到的情况 真的也都很可怕 美国人冲进了首都的国会大厦 我们看到有人拿着棍子在那边打警察 有一位女警官在爬窗户的时候 被国会的警察开枪打死 然后有很多人在国会里面找前副总统Mike Pence 对不对 Mike Pence hang the Twitter 对对对对 然后找AOC的Nancy Pelosi 对不对 这东西我们都有报过 那这东西的确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这东西都非常糟糕 然后有很多人被抓了 好像目前累积到200多个人 他们被抓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很生气 因为川普总统过去两个月都在那边讲说 我们的选举被偷窃了 然后选举不公平 然后还有Mike Pence很有可能有机会在认证选举人票数的时候呢 不算某些票 然后只算某些票 有很多的疑点 但是最后都没有被调查 对 然后他们一直期待说那个Mike Pence可以做一些什么了 就是尤其是大家都知道说 大卷那个是做假的时候 那大家这个时候就觉得说 我们美国怎么可能就被这样偷窃 美国一个总统大卫全世界都在看的事情 怎么可以这样被偷窃 但是那些事情都没有如人所愿了 对 就是Mike Pence并没有像大家期待的一样去做什么 而是他就是通过了这个选举人的认证 所以说他们都觉得这些人全都是叛徒 全都是RINO 但是最后真的都没有任何的实质的证据 有很多的疑点 最后也没有调查 所以说我们没有再说 1月6号发生的事情是正确的 但是很明显的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左派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完全是神经病发作 那现在左派在讲的就是 1月6号是人类史上唯一需要被关注的事件 因为假如再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 他们需要有权利来紧急处理这些事情 跟左派使用新冠肺炎这个病毒 来夺取所有美国人的权利一样 对于左派来说 1月6号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他们现在希望的是 我们要把每一天都当成1月6号一样 要把所有的权力全部交在他们的手上 这个样子才可以避免 再一次1月6号发生 因为他们要保护民主 OK 而唯一保护民主不受威胁的方式 就是控制所有的权力 就跟COVID一样 如果有任何公共健康安全的危机的话 左派就要有权利来禁止所有人的自主权 如果说选举出了危机的话 那左派就要有权利来禁止任何人的选举权 而且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多人都同意的 对 而且很多人是大力支持的 他们觉得说 就是应该这么做 然后这个就是政府的职责 这个就是政府应该拥有的权利 因为说实话很多人就觉得政府就是应该去管这些事情 但是说实话1月6号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件事情 是这样子的事情还蛮常发生的 在2017年的时候川普就职典礼的时候 超过200个人在DC被逮捕 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烧毁警车 然后砸毁商店 然后还有拿那个砖头把银行的玻璃全部打破这个样子 那当时呢有超过3000名的联邦的警察在那个地方 然后还有5000名的国民兵在那个地方维持继续 甚至一直到纽泽西那个地方 纽泽西那个地方都有 整个纽泽西也是 那有各式各样的人 然后还有组织出来说为了要反川 跑出来说自己是反抗军 他们就是已经要建立自己国家了 已经就是要推翻美国政府了 有上CNN去讲 OK 那但是没有人会记得这些事情 主流媒体也不会报道这些东西 你也不会报道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左派的暴力形容 所以全部都不算 就跟你不会记得2017年的时候 国会棒球比赛那个枪击案 只是因为那个人是个大左派 而且是公开支持Bernie Sanders一样 公开支持共产主义独黑人是一样 就像AOCN一样吗 对 就是他们只要是左派的人的话 然后只要是支持的是左派的人的话 你就基本上不会再提到这样 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看到是媒体的一个非常有用的作用了 因为他你想媒体的话 如果就算1月6号这些人的确是有做错 不管怎么样 不管那些警察再怎么欢迎他们敞开大门 他们都不应该走进去 但是他们就是走进去了 但他们进去呢也没干啥 像个观光客一样到处瞎流的 有人搬桌子搬椅子 反正就干这些没什么意义的破事 但他们不应该进去嘛 但他们进去了 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 没有人带什么炸弹的去炸了 没有谁真的抓到什么人 然后揍他两下或者给他杀了 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 但是呢媒体就会一直把这个事情一直在电视上播 然后一直在你脑袋里面 就是让你重复的去接受这样一个信息 然后电视上播也好 社交媒体上也传也好 像你刚才讲的这些事情 川普上任的时候 他们如果双标 其实光通过媒体就可以完全做到了 媒体只要这个东西不提 大家很快就会忘记了 这个东西会在脑子里面三天一个礼拜 两个月之后你还会不会记得这个东西 当然不会记得 慢慢的就消失在这个时间的长河里面 但是如果他们一直不断的在这一年中 一直不断的把1月6号的东西 反复拿出来说 你在各个电视台上都可以看到 ABC MSNBC ZBC 所有的这些电视台 各种主持人在上面 一有空就讲到1月6号 Insurrection 对 你觉得还挺像的 然后要不然就像那种什么 Promo啊 那种小短片 狂狂狂的就在电视上 你一天播个20回 你没事就能看 没事就能看见 你这样的话 他就是通过这种信息的东西给人心里产生一种东西 所以你就会记得说 1月6号发生了大政变 对 反正你不会记得说那天具体怎么怎么样了 你会记得说好像有死人 但是那一天就是什么美国政坛什么一个风云的大怎么怎么样 你就会记得这样一个东西 其他东西你就都不会记得 对啊 还有之前像那个我们在讲最近的 OK之前那个黑人开车撞死好几个白人 还有小孩那个事件 Paraid吗 对啊 就是那个在Christmas有个那个街的游行啊 然后当时是有很多小孩学校那个军鼓乐团 他们去那边走 还有很多老人 他们都是为了准备去游行 然后准备的节目啊 就是圣诞节的节目啊 小孩敲鼓啊 老人跳舞啊 有个人吗就开着几股车 进去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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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一路就这么压过去啊 嗯 多少人死了 进医院了 对吧 还有进医院几天了之后抢救无效死亡的 这些都有 这个事还有人讲吗 没人讲了 为什么 开车的人是个黑人 嗯 是个左派激进分子 左派激进分子黑人 做了这个事情 媒体再也不提 大家就完全忘记 那些人就白死了 他们就很快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面 只记得这件事的 只会那些死者的家属会记得 或者是你在那一个 你住在那个区域的人 会记得说 哦 之前圣诞节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其他的哪有人会记得 呀 简单说就是任何时候 左派做坏事都是不重要的 都是可以被忽略的声音 然后他们爆发了 都是我们这些压迫者的错 任何时候右派做错任何事情 就是一个美国的历史事件 是一个扭转美国的惨案 1月6号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事件 他们把1月6号塑造成一个 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然后呢 这个威胁一直都在存在 然后各个红州通过的法律 才是真正威胁民主的恐怖组织 因为他们的目的 不是要阻止下一个1月6号 他们的目的是要阻止下一个选举 他们的目的是要让选举变成 不能再自由 不能再公平 不能再诚实的一个活动 一切要按照他们做的 他们说的算才可以 对所以他们一定要极力的反对 一些很正常很早就应该开始的事情 比如说你去投票要有带ID 带照片的身份证一样 哪怕很多人去买个烟 对吧 人家看你18 20 人家都高不清楚 人家就要看一下你ID 说你看你多大了 等等 你买很多 买酒也是啊 你买很多东西都是要看的 但是他们为什么极力的反对 说在选举的时候 一定要看你这个带ID的照片 他们就是用公平不公平的手段 所以这些一切的公平不公平 在他们的嘴里面都没有标准 也就是说谁老大谁就说了算 现在我们是多数 我们就是老大 我们就说了算 你们只有听话的份 就是这样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民主 对所谓的民主了 然后他们会找一系列的借口去搪塞你 好像投票要个照片 请正常那不公平 对 你不知道有多少黑人没有ID 他们都是在美国住了多少年的人 他们连DMV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们没有驾照 他们不会用网络 他们不会去弄那种带照片的ID 你这不是在逼迫他们吗 你说你说这话你把黑人当什么来 对啊 到底谁才是歧视 真的是搞不清楚 谁都知道DMV在哪里 怎么黑人就不知道呢 对啊 而且他们也没有在隐藏这一点 他们非常的公开的说 他们就是要利用1月6号来推行他们的政治目的 然后他们也很清楚的说 1月6号跟即将在今年发生的其中选举有非常大的关系 OK 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就是 这一年他们做的实在是太烂了 OK 什么都做不好 真的是没有一件 你可以说一下 任何一个左派政治人物做好的地方 你就比如说做好 就是我都想象不出来美国还有哪些地方能让他们再继续豁豁 所以说导致如果说他们不改变选举方式的话 他们就会下一个选举就会失去权力 而且他们会输掉这次的选举 这一切都是为了权力 你说左派知不知道打砸抢不好 对不对 知不知道堕胎是在杀人 知不知道吸毒贩 就是还有贩毒不好 知不知道无限的给这些人钱 然后呢让那些人完全不想工作 然后这样子经济会完蛋 这些其实他们都知道 但是他们要的东西是权力 是控制 所以他们就会利用说 给人民他们想要的 而且你们不用负责 用这个方法来造成所谓的民主 那很不幸的就是 民主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 历史上所有的民主政权 最后全部都会变成暴民的民粹政府 最后就会变成道德沦丧 然后败坏 然后最后自我灭亡 那民主呢也是最好夺权的一个方式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得民心者得天下 那民主促成的就是执政者 为了得到所谓的民心 所以完全的对于是非对错 道德伦理妥协 只要最后赢得权力 就可以得到天下 所以很多时候你说我们大家说要求民主 民主啊就是希望说当权者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基于在律法之下的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法则来当做基础 如果你说纯民主 你不遵守任何的法则 它到最后就会变成集权 就是你没有一个法则 你不遵从律法的话 没有这个东西当做根基的话 你就是没有游戏规则了嘛 那我爱怎么瞎玩都行了嘛 只要我编一个瞎话 只要大家都同意 然后都相信了我说话 我就耶 我就当权了 当权了之后 反正我当权了 我怎么管你们 你们都得听了 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你说纯民主 民主一定要跟这个法律 或者是这样一个律法的东西结合起来 不然的话就是没有效率 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 谁心眼多谁就能赢 然后谁可以让你让人更放纵 谁就赢 你就好像小孩 小孩都喜欢什么样的人呢 小孩不喜欢爸妈妈嘛 爸妈妈有时候说 蛋糕不能吃太多 糖不能吃太多 吃完了赶紧去刷牙 小孩就哼 不高兴了 小孩就像爷爷奶奶 喜欢爷爷奶奶 吃啊大孙子吃吧 随便吃 你看爷爷给你买了一筐糖 你随便吃 我最爱爷爷了 要么回家不要 我跟爷爷一起住 就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对 但是这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说赢得权利吧 左派现在的确赢得权利了 而且是大获成功 总统 老年痴呆周外的 对吧 然后像众议院参议院 其实都是民主党占多数 那他们现在到底还要干嘛呢 为什么 就他们要的已经得到了吗 那为啥还要1月6号这个事 反复提反复提反复提 他们目的到底是啥呀 对啊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促成恐慌 而且要创造出来一个敌人 促成自己的支持者恐慌 让这些人害怕的起来 自以为意的合理攻击他们的敌人 懂我意思吗 对啊 那你所有你几乎看到的社会暴动 都是这个样子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假的讯息 不只是我们这个样子说 就连纽约的新任州长 Cathy Hockel也是这个样子说 他在1月3号的时候 跟Syracuse的记者说 Someone is in the car accident and they go to the emergency room and they test positive for COVID while they are there they're not being treated for COVID OK 就是说因为纽约现在被爆出来 其实很早就被爆出来 就是他们什么病床不足 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唬烂的 结果就是 他们有20到50%的病人病例 全部都是灌水的 那他说就是有些人出了车祸 进了急诊室 然后被测出来有COVID 他们不是在那个地方治疗新冠肺炎的 所以就是说有20%到50%的 那些所谓的进医院去接受治疗的新冠肺炎的病人 都是假的 对 就是那些人他基本上就是无症状 因为我们最近不是也有认识朋友吗 就是得了这次的Omicron 跟好人一样 该吃吃该喝喝 对该睡睡 好像看起来比我还健康 对 但是他一测 他就是得病了 所以就是其实是有一些人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生病了 因为他自己好像没有感觉到任何一样 对 就像那个人他是出了车祸嘛 所以他是去医院治车祸的 但是一测说 哎 你有COVID啊 对 然后人家 啊是吗 我有COVID吗 然后他就莫名其妙被算成了COVID的病人 对 所以20%到50%的人都是这样子的 而且你说就是在医院里面啊 如果说本来就有COVID的病人的话 对 像你急诊室那样一堆人在那个地方 你 就哪怕比如说我是去看胳膊的 你是去看腿的 那咱们就在这等一等 结果医务人就都被传染了 对 然后一个COVID的人在坐在我们中间 所以 所以大家本来都不是因为COVID去了 然后结果可能是因为在医院 接触到这些人被传染了 或者是就发现自己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种人 也被测试出来 但是这些人全部都算在那个数字里面 所以就造成了大家的恐慌嘛 大家就感觉特别害怕 就是怎么这么多人呢 对 然后说COVID的人占走了这些人的健康的人的病床 对 所以说就连左派的州长都出来 说这些东西了 那在美国这个地方的中文媒体呢 还有什么Facebook粉丝团 你会发现很多人 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专家 每个人都有一个亲戚在医院工作 然后每个人都有认识医生在那个医院里面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很多人都在帮这些政客继续的制造恐慌 散播这些假的讯息 原因是因为 每一个人都想要有权利来叫别人怎么过生活 每一个人都想要权利来剥夺别人的自由 当我们快要一年前的时候爆出来说这个医院造假这个病例的时候 我们被说是阴谋论 叫做侥幸的心态 然后提倡病毒散播 我们那个YouTube下面就一行字说 其实我们是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欢迎去看Fact Chat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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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现在纽约州的左派州长出来说了一模一样的东西 却被当成是有科学证据的 然后专业医学的福音 其实与其在这边说 我们早就跟你说过啦 我们早就知道啦 你看我们说的对吧 我们应该想的东西就是 他们还有什么东西是在骗我们的 那其中一个就是包括这一次的1月6号的事件 对因为1月6号这个事件实在没有必要像左派一样 就是一直这个事就过不去了 然后制作各种各样的小的video 然后把它剪的简直就是毛骨悚然 一直在电视上滚来放去播来放去的 然后不管你看到所有的主流媒体 总是有那么几个穿着体面的主持人 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 或者是一群全部都坐在说哎呀1月6号怎么怎么样 所以就是这个事一直发来伏去的被说来说去 那当然呢 我们一想到这个事就很容易的可以知道说 1月6号其实有非常多的疑点 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视频 我们看到那个警察在那夸就把那大门拉开 让一大堆的人就进去 是警察开门呢 本来那人全部在门外面站着 警察夸一开门 大家说哈可以进 OK 我们都越想进去看看反正来都来了 然后他们就往里面走啊 然后还有很多警察带着人进到国会大厦里面去啊 还有FBI的人呢混在示威者里面呢 还有6000个小时的这样一个录影的影片 FBI拒绝公开 他不让人看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东西 如果你要是把那个影片打开看你就会发现 其实就是一帮傻了吧唧的人抱着旅游的心态 晃晃悠悠悠的就进去了 而且中间有很多人在开门或者干嘛的做这种东西吧 也不一定 我觉得啊他们不公开那个影片啊 就是因为里面就可以证明说FBI的探员在里面 哦对 所以说他们应该都是有被拍到 对对对对对 因为像说某个人在那个地方 Let's go in let's go in 但是别人冲进去的时候呢 如果说那个人被证实的是FBI的探员的话 那FBI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麻 不是就是想说你FBI到底是在干嘛 对 所以说这些的影片是不被公开的 有一个参议员就是质问那个FBI的人就说 FBI的人有没有在January 6里面 然后那个人就回答说我不能说没有 但是我也不能说有那就是有啊 他如果说没有的话就没有啊 是他怕万一有一天被公开的吧 I don't know 对所以那意思就是说怕要抓出来打脸 就说你这么说谎了 所以他这意思就是有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个示威者也死掉了 然后有大量的示威者被抓起来 死掉那个示威者她还是当过兵的 一个女生叫做Ashley Babin 杀死她的那个国会警察 被判没有罪 完了呢她还上电视了上MSNBC了 她在那边哭说如果这个事情再发生一次 她还会做相同的决定 还是会把那个女的给打死 她说她如果说知道那个女的没有武器的话 她也会这么做 因为她在保护的是我们国家的民主 这次有非常非常多的抗议人士被逼着认罪 很多人说他们是被逼着一定要认罪 不然他们就会被关啊 然后呢会被定罪 然后各方面的 然后他们的工作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呢他们被逼着认罪了之后 也导致就是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证明这些东西了 因为他们已经认罪了 对 也就是说整个1月6号现在是 未来以后也会是左派整个夺权的武器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不要跟他们继续在那边闹下去 他们会用1月6号来整顿Facebook Twitter 各式各样的社交平台 因为怎么说呢 他们通过这一个事儿 他们就是可以完全把黑的说成白的 完全把这个东西扭曲 只要他们通过这些主流媒体 跟大家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 大家一定就是接受的 对 你只要把它好像从一个人道主义 或者是正义的这个方向去解释 没有那么多人有闲情意志说 我去看你这个事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家就是怎么听到的 就是怎么相信的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他们变成了一个道德的制定者 他们变成了一个规则的制定者 他们变成了一个永远都不可能错的 这样一个人设 就是我说你错 你就是错了 我告诉那个Facebook和Twitter 你这个东西被拿下去 你就是拿下去 因为你犯规了 谁说的规则 我说的规则 就是这样 就是原本说Facebook是一个政府 完全没办法管控的一个东西 因为人家是私人公司嘛 跟你政府有什么关系 对 那现在呢 他们就变成政府的一个打手 就是变成 这就是所谓的官商勾结了 Corny Capitalism 然后之后的人也没有办法再去证实了 因为说我们看到的书上 所有的网上的资料 就是这样写的 那你怎么会到你那里 会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 那1月6号也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现在每一天发生的事情 在之后看来的话 其实都是一个历史 那1月6号已经被左派塑造成了一个极端的历史事件 那这个极端的历史事件呢 是给共和党人也好 给右派也好 给保守派也好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在之后的话 不管怎么样 你要跟你的小孩子再讲 过了几十年之后 他们的课本里面可能会写 说1月6号是一个极其邪恶的一个日子 然后当时怎么怎么样 你跟他讲说不是的 他不会相信你 因为课本里是这样写的 网上是这样写的 所有对这一天的记录都是左派口里说出来的这些东西 没有人再会要相信你当时看到的那些真相 所以这个就是可怕的地方 就是说他们现在正在创造历史 他们现在正在篡改历史 就在这短短的一年的期间 他可以给全国的人洗脑 他可以全世界的人洗脑 他以后可以洗脑洗到你小孩的教科书里面去 历史书里面 这个就是他们以后会学到的近代史 我们会做今天这个主题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怎么样看待1月6号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身为保守派 身为基督徒 我们要怎么样看这一个看起来的确是发生很大的一件事情的一个东西 然后特别在那个媒体的吹捧下面 你觉得呢 对就是说1月6号这个事件啊 是进去的人完全都是很OK的吗 也不是 也不是 然后你说像左派说的有那么过分吗 就这至于说那个名垂轻视吗 也不是 如果你要说这种事也能名垂轻视的话 那之前发过太多事都能 但是他们不提他们只提这一件事啊 所以这个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向着他们agenda去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 其实1月6号呢 说实话并不是一个很光彩的事情 不管你是抱着旅游的态度去的也好 或者你说我抱着凑热闹去的态度也好 或者你是说 哎 我不允许我的国家变成这个样子 我不允许我的国家有这个选举被投到的这种事情 我想为川普争口气 我想为共和党争口气 我想为我的国家争口气 但是这样的做法有没有起到好的作用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 我觉得成年人嘛 就是不是小孩子 就我们很多时候做一些事情 我们是要达到目的 而且是好的目的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你正在气头上 你这个大脑呢 被这个愤怒了 被这个怒气 已经冲的不知所以了 啥也不知道了 你这时候就选择了一个特别冲动的这样一个方式 对不起 你要承担后果 因为是在你冲动之下 你做出来了一个决定 如果当时做出的这个决定 你能够再稍微忍耐一下 你再经过你的大脑好好思考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1月6号他们进去了 对整个我们想要追求的 这个大选的这个真相 有没有起到什么好的帮助 完全没有 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我们当时就看着Ted Cruz 然后Ted Cruz在那个国会议员 还有Josh Hawley 然后两个人起来 然后全部我们在办公室里面都帮帮拍手 鼓掌啊 好开心 哇好棒 这一次说不定可以用这件事情来反转这个东西 有这么多的州 联合起来去做这一件事情 而且你那文件都拿去了 现在就是在国会 所有的人都在这看 这些参议员敢站起来 一打文件都在这 我就念念完了之后 你们就两三个小时研究 研究出来之后 你们告诉我 你看到这些证据之后 你们是怎么觉得 结果就是发生了1月6号这个事情 就人家还没看完呢 对 所以我现在都怀疑你说 冲军那帮人是不是跟左派一伙的 他们那伙都说 说Ted Cruz 这个东西我们去研究研究 大概研究一会儿 然后我们来告诉你说 接下来怎么办 如果他们看完之后说 这些都是真凭实据的证据啊 然后这是要调查 那他们也白口莫辩 他们只能说 那我们就去调查 看看这些怎么回事 问题是人家就在那研究的 夸插这边就进来了 只能中断了 中断了怎么办 这1月6号就被左派抓住了小辫子 他就变成了一个 非常糟糕的 让人可以大做文章的一个历史事件 而且拜登就这个样子当选 这是临门一角啊 合法当选的 对 这是临门一角啊 你这属于这帮人一进去夸 他这一角给拜登提上去了 然后你想想看川普那时候 他说我绝对不会conceal 我绝对不会认输 对 结果就是1月6号那个之后 他马上早上的时候 还在那边跟大家喊话说 我们不要 我们要去peaceful protest 然后我们怎么怎么样 下午的时候马上就说 不行了 请大家回家 我来这边认输 所以说整个保守派的行动 整个mega行动 所有的这个momentum 全部都在1月6号的时候 因为这个事件被左派现在还在拿来炒冷饭的一个事件 然后中断了 所以说1月6号我们保守派要看1月6号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训 我们不能意气用事 我们当基督徒的别人会拿放大镜来看我们的错 我们没有杀死任何人 没有警察死掉 但是呢 有一个警察死了 然后他是自己中风死的 但是新闻上面是一直播说 1月6号的那些人 打伤了那个警察 然后把那个警察活活的打死 就连这个样子的新闻已经被证实了 拜登那天的时候还在那个地方说 就说 你看这些暴徒 竟然去做这样的事情 太可恶了 太可恶了 我们一定要有更多的权力来控制这一切才可以 所以说 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一定要以目标为主 我们这样子去意气用事 这样子去外面去 那种乱七八糟了之后 我们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吗 我们的目的不是 要去把Nancy Pelosi的桌子搬出来 请问你把Nancy Pelosi的桌子 讲台 对整个大选 还有Love America 还有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有任何的帮助吗 其实一点都没有的 但是 我们做了之后 就是会被别人拿来做文章 而且不光是做文章 临门一脚 把Tedtruth 他们收集那些资料 写那些paper 一下一笔勾销 没有人再去看了 临门一脚 把拜登给提上去了 临门一脚 当天下午 因为 我们不听话 川普没办法了 他就说 那就是 这样了 咱们就别弄了 这个时候 其实也要思考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很多人 其实在那边 刚开始 是peaceful protest 但是 后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因为中间有人煽动 有左派的人 在里面煽动 说进去啊 进去啊 然后有那些警察 在那边开门 我们是不是 这么容易被人煽动的人 说实话 我们是 在我们 不管看到说 当时 2021年的时候 说加州改选 要选州长的时候 太容易被煽动了 太容易被煽动了 甚至左派 根本都没做什么 一大堆的人 就被煽动 我跟你讲 以后这种东西 会发生的越来越多 会有更多的左派 更多华人的左派 潜入到保守派 基督徒的阵营里面 我这样告诉你们 他们会来讲一些 扰乱大家思维的事情 我们在这方面 没少被人骂 就是因为我们 说出来 有一些人是左派 然后他们做了 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大家不要去相信他们 我们惹来了一大堆的骂 但是呢 这个主要问题 不是说我们被骂 不被骂 是希望大家能够 认真地思考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以后这种问题 绝对不会少 在今年 2022年 即将要来的 七中选举 这样的卧底 在右派的 在基督徒里面的 讲政治的这个群体里面 左派派来的 卧底不会少 而且你们看的 那些网上的大公知 讲出来的 他们是左派卧底 不会少 到时候一定会有一大堆 混淆事情的 这样的信息 你要怎么分辨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 即将面临的挑战 因为去年 我们被这个事情 说实话搞得够呛了 当时我们就觉得说 为什么没有人 能够明白 我们在做什么 我觉得这些都是 有理有据 很容易看得懂的 为什么没有人 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包括你也看到 也有别的 爱主的基督徒 讲政治的频道 寻经闻道 还有那个林医生 我们当时的看法 基本上讲出来的东西 都是一致的 大家不要去相信 很多故意来骗你的人 大家不要相信 故意会去带风向的人 今年 今年 2022年 七中选举 马上就要来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会很平静吗 不会很平静 我告诉你 在各样的 不管是微信的群组里面 还是LINE的群组里面 还是你在那个 Facebook上面的 等等等等的 我跟你讲 放假消息的人 会非常非常多 你要怎么去面对 这个事情 你要怎么样 用你有限的 这个宪法知识 或者是什么什么 你去分辨这些东西 千万不要再被左派的人给骗 被骗了之后 我们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1月6号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就会临门一脚 莫名其妙的 把左派的人给提上去 左派每次做的 其实都很烂 那最厉害的就是共和党 共和党每次都可以 把一手好牌 就是你玩大老二 打稀烂呢 对 有四个二 结果呢 你就是一开始 四个二全出 然后之后 你就输掉那种感觉 所以说 我们要做的事情 真的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自己 然后呢 不要去意气用事的 去做某件事情 当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用一个目的性去看 我们要得到什么 然后呢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怎么样才可以 做炎做光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帮神做事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 让神的大能彰显 而不是说我们去 然后呢 很生气的去 鲁莽 对 做了一堆事情了之后 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到 然后我们还有可能被抓 然后还会被关到监狱里 然后呢 还会被 那个叫什么CNN 你每天拿来播 然后拿来攻击我们未来的方向 所以说 在这边 鼓励大家真的 好好的去 自己去读这些新闻 然后呢 1月6号呢 我们不要 跟左派在那个地方打口水战 因为没有任何的意义 没有 我们的确是没有做对 在1月6号的时候 那 我们有没有做错 我们有做错 但是没有错的跟他们讲的那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现在最主要是做好我们自己 然后一切要往前看 1月6号 其实就只是一天而已 左派做的事情 过分的多 对 所以其实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要吃一千长一智嘛 学会这种事情 你就像如果要是在1月6号这天再重演呢 我是去那个广场和平示威的人呢 人家夸杀把大门一打开 有人想说 我们冲进去 原地不动 一步也不要往前走 人家开门了 邀请你去旅游 一个门票也不收 我不进去 因为我今天来是和平示威的 如果我进去了 这样就是跨越了一个底线 不管那个警察再怎么跟你微笑 再怎么跟你招手 说来吧来吧 没关系的 进来看看里面长啥样吧 我不去 因为这样就是跨越了一个底线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 鼠灵的分辨的能力 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我们每个人都要很清楚 紧紧抓住 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话语 然后紧紧抓住 什么事情是真实发生的 什么事情是虚假的成分 这些东西都要知道 在接下来的2022年的七龙选举 我们才能有更好的表现 我们才能够在真实的发生的事件之上 然后才能合一 有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我们要是对事情的真假的认知都不一样 那怎么达到合一 没有办法达到合一 所以看大家的了 接下来2022年的七龙选举 我们要在一起要合一 要做成大事 这个是我们一起要团结一致 要做的一个努力的方向 所以1月6号是给我们的一个警讯 不能再傻傻乎乎的 让人家一穿的 来啊 你就来了 不来 No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要先考虑好后果 对 像你在学打枪的时候 instructor就会跟你讲 你要在使用你的枪的时候 你要先想好第一个你的安全性 然后你的合理性还有合法性 这几个东西你全部都要考虑在里面 如果触犯到任何一个东西的话 你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说你开枪很合理 但是不合法 你就不要弄 因为你会被抓 然后如果说你是很合法 但是不合理 那不行 你还是之后会出问题 然后呢 你如果合法合理 但是不安全 你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保护的是你自己 是你的家人 我们要在乎的东西 不是只是出一口气而已 对 所以就是这个冲动是魔鬼 冲动的事绝对不是神上做的 冲动的事绝对是魔鬼 在那忽悠你让你做的 所以我们继续加油 继续努力 在今年呢 会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然后很多心要操 很多心要闹 所以这个时候呢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 保持在神里面 在圣灵里面的合一 然后我们在今年 要做成更多的事情 把这个其中选举 好好好好的 给它来一个大的翻转的胜利 这个里面有你 有我 我们都要一起加油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伯丽莎 我是依赛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大LA 神奇快讯主播 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 一则社区活动消息 您家有青少年是篮球高手吗 或想让球技更上层楼 2022年1月8日开始 每周六下午 由角生社区中心主办的 青少年篮球会春季训练班 欢迎8岁至13岁青少年 加入为期18次的集训 训练地点于 Boys and Girls Clubs of Pasadena 查询详情 请查 626-286-260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